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李宛欣 在今天台北股市 當然有一個很重大的訊息 就是11點的時候 韓國瑜出來發表了一個 怎麼樣 發表了一個他 你就不要徵召我來參加初選 因為現在語法不符 你就直接來徵召我參加總統的一個聲明 當然這個聲明發表完之後 我想這個台股真的是很有趣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塵埃落定的一個感覺 你看到鴻海集團也漲 你看到台股也漲 對不對 甚至整個收盤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回到電腦畫面 今天收盤最後上漲了37.97點 是不是也剛好 我們這樣講的沒有錯 11點在這裡 在這裡 對不對 韓國瑜的聲明 短短的幾個字念完之後 整個指數就上來了 當然我不能講說這是政治盤 但你說這是不是政治盤 投資朋友請你看一看 智邦 這是不是政治盤 對不對 請你看一看 對不對 上尾投控 對不對 請你看看這些股票 這些都跟政治有點關係的 不過那不是重點 我請問你今天大盤漲了37.97點 你有賺錢嗎 你要先問自己嗎 你有沒有賺錢沒有 我相信還是很多人很慘 對不對 投資朋友不是我要笑你們 我已經準備好明天去買這檔股票了 準備而已啦 準備而已 我標題寫叫什麼好機會 我知道有人買歷有幾塊的嘛 對不對 名字我們就不多講了 因為有投資朋友 他在我的臉書上留言 他說老師你不要再考慎他 他會眼睛很可憐了 對不對 這檔股票我也講過啦 100元 100元我會買 結果沒回到100元 那算了 反正那都你們都會有事 其實我大可就一直講漢堂就好了 全市場也知道 就我在這邊講漢堂 真的很奇怪 100元的時候 你就已經明明知道 這家公司至少賺8到10元 而且往年都是高配息 我每次都跟你這樣講 可是呢 請問你 你是不是耳朵長包皮 都沒聽進去 我們先跟大家看這一段 好不好 先來看這一段 你是不是耳朵長的包皮 都沒聽進去 你去看一看 過去5年的盈餘分配率 高達86.53% 所以我當時預估 漢堂如果賺10塊錢左右 對不對 對不對 現金股率是不是上看8元 那時候股價100元 我是不是有辦法讓你買到怎麼樣 買到一個相當低的價格 這是我的厲害之處啊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的同業 那些人真的每天在做電視機笑的 就只會在那邊抽插漢堂 你抽插完之後 我請問你 你是有賺錢嗎 對不對 看到我去買勵志 我不過就講了一句歡迎跟單 大家真的去跟單耶 天啊 我真的對不起這些投資人好不好 很抱歉 抱歉該有招 60塊 61 哦是61塊 60塊 跌到剩多少錢 跌到今天剩45塊啊 跌了15元下來 他跌了三成啊 沒有錯嘛 對不對沒有到三成 沒有到三成 跌兩成多 得來全不費工夫 你看這些人 對不對 我說真的 閃戶真的很可憐 我實在不好意思再多笑這些閃戶了 你如果那麼喜歡這樣 每天這樣自己做股票 看到漲停就去追 對不對 我真的很希望你隔天還要繼續漲停板 不然的話怎麼辦 昨天聽說有人漲停板 叫會員去買威鋼嘛 你就去買嘛好不好 這種做法跟我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不講漢堂了 漢堂昨天講過了 我講過很多遍了 對不對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要跟你講的重點 首次朋友 首次朋友 今天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早上在非凡的時候我有講 對不對 但是我回去 我把新聞仔細看完之後 我覺得還好 我本來只看到標題 民眾看股市 17個月以來最樂觀 我光看到就嚇死了 因為以往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啊 大盤鐵定要大跌 而且要跌的 對不對 跌的讓你不要不要的 你看看台股的關指數 上去了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這是哪裡的調查 國外金的調查 對不對 預期台股未來半年還會繼續漲 但是民眾只想把錢存在銀行 我看到這句話 我覺得我安心了 剛好符合我所講的 其實萬一關卡不容易過 對不對 但是拉回來我要買股票 對不對 喝大力的賣照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喝大賣照的 這個其中一檔股票 喝大賣照 你喝大賣照 你還要等4月營收出來 一次給你死 對不對 國外金控 22日公佈 4月份 國民經濟進行調查 其中受訪者對於台股的 這段尺度 我們是創17個月新高 但是 同時間有43.4%的人 卻只想保有現金 或在銀行放新來幣存款 另外有12.8%的人 想要買黃金或黃金存折 這是不是很好笑 你明明就是看好 台股 你為什麼不買台股 你為什麼還要放現金 你明明就知道 現在低利率時代 你根本賺不到什麼錢 對不對 然後他說怎麼樣 但是也有29.3%的人 想要投資台國台股基金 有14.5%的人 投資不動產 對不對 但調查顯示 台灣人真的很愛儲蓄 相信現金為王 現金為王什麼時候用得到 台股不好的時候 就是現金為王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景氣都要進到下降3分 連兩個月成功燃黃燈 對不對 然後呢 3月份的採購經營指數 連續5個月 50以下回收期間 顯示景氣成長都很人弱 所以大家只想放現金 對不對 然後呢 台股預期23.3%的人認為 未來半年台股會上漲 34%的人預過會下跌 對不對 兩者相減後為-10.7 人為負數 這是2017年11月份以來 17個月後的 最樂觀的情況了 你看一直都負 但是這卻是17個月以來的 最樂觀的情況 對不對 那當然也有20.6%的人 願意台股投資 但是 24.7%的人 不想要投資 這個給大家看就好 我們不多講了 2018年4月份 多少東西給你看就好 我沒有時間把你全部講完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我還是要跟你講這一句話 預估台股未來半年 是會繼續上漲 但是大家只願意放現金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機會都來了 對不對 前一波你跟不上 沒關係 去年11月12月 今年1月2月3月你跟不上 我認為都沒關係 事實上我們今天 我告訴你 我今天很樂觀 我今天把我的會員 漢堂漲停板我出掉一半 為什麼 我們賺了三成 100元到130元 是不是賺了三成 我本來說真的 我的心很小 不是我心眼很小 對不對 我的心很小 我只打算賺他10% 因為他殖利10% 沒想到竟然 短短時間讓我賺了三成 我出一半 應該是無耳後悲吧 對不對 另外一半明後悅在做 其實我心裡有一個目標價 現在離我目標價越來越近了 而且為什麼要出一半 事實上因為我們有準備 要買佈局新的 沒有被你注意到的股票 等一下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過了 再來這個投資朋友 其實你去看看吧 現在資金真的很多 台商資金回來 財長說一年稅收要上看592億 你看到這次美中貿易戰 看起來表現上是要結束了 真的結束了嗎 我倒不這麼認為 如果真的要結束了 請問你為什麼台商還要一直回來台灣 設這些設工廠 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大家記不記得 投箱的股票 當初來台灣 審核第一批過的股票 叫做智邦 我還特別特別在我的直播跟大家講 那時候智邦股價98塊錢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今年第一批進來了 第二批進來了 第一批第二批 第二批 第一批進來是智邦跟慶豐富 對不對 你自己看看 投資朋友 從一月份開始慶豐富找28塊 只是智邦更厲害 對不對 智邦接139.5元 再度其他新高 我不是叫你去追智邦 對不對 我只是告訴你 這些會回來台灣設廠的 代表有訂單 甚至願意多花錢資本支出的股票 那也是有訂單 但相對而言 如果 要大幅度減資 我一直跟大家講 大家可以等著看 投資朋友 這家公司叫2204的中華 我覺得 這種減資六成 這真的不是什麼好事情 但是有人不相信 那沒關係 你就去買中華 好不好 你就去賺到六塊錢 你就賺到六塊錢 我不能阻止你啊 對不對 我又不是你老爸 我又不是你兒子 我又不是要阻止你啊 你就去買中華 你賺到六塊錢 我在寫這一期的 《非凡商業週刊》 我昨天 其實我昨天早就寫好了 我昨天才交稿 我裡面有談到漢堂 其實我每次都講漢堂 不好意思 對不對 我有談到一個重點在於說 今年的除權除席 對不對 有一個很大特色 就是有人啊 開始棄金融 進科技股 沒想要進的科技股 就是我跟你講的漢堂 對不對 而且包括什麼科技股 你知道嗎 裡面我寫到一檔股票 我先跟大家 讓你先讀回快 好不好 這禮拜五才會出刊的 我寫到一檔股票 叫做3529的力望 我為什麼寫這檔股票 你知道嗎 你知道過去力望 去年的可扣底率 我忘記數字了 我忘記是6.7%還是0.67% 過去國泰金的可扣底率多少 你知道嗎 百分之二十幾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投資人 以前你可能會想說 我就小的投資人 我買國泰金 因為可扣底率高 我甚至還有退稅的可能 因為我都不用繳這些稅 我怎麼可能會笨到去買力望呢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會笨到去買 M31 這一定扣底率一定很低 你放下 他們沒有繳什麼 所以扣底率自然很低了 給你看這個東西就好了 對不對 稅金喔 這邊可以看 對不對你看 扣底率一定出現在這裡 你看 這家公司稅前淨率3.29 對不對 3.29億 他所得稅才繳0.49 你要知道 所得稅如果繳三成的話 一般就繳大概繳百分之27點幾 對不對 我們繳二成的話 大概有0.6幾 對不對 那繳更多的 我們看一下這種股票 國泰金你看繳這個東西 對不對 差不多嘛 所得稅繳這麼多的 對不對 那可扣底不見得說 這樣全部算出來 只是說 去年國泰金是22% 22%還24% 今年其實 就沒有這東西了 那我請問你 你如果今天要跟他賭個大小 不要說賭個大小 你要買進 來除錢除息 你現在就不用去考慮國泰金了 因為國泰金沒有 可扣底遇的東西 你會不會有可能會把 資金把部分挪移到 這種所謂的高科技股 對不對 我昨天一直講不出來 叫什麼 此路是我開 此數是我栽 對不對 什麼 若要 若要什麼 若要從 就這個中間那句 什麼 若要你路過 對不對 你若是要路過 留下 買入財啊 投資朋友 這種股票它反而形成了一個什麼 大家一個轉向投資的好機會 其實我一月就跟你講過 我去玩M31我就跟你講過了 說真的 我不怕人家知道我們的投資組合 我真的不怕 對不對 我會把我強力看好的股票 我直接一直不斷的跟你講 只是你有聽進去多少 我請問你 今天M31的股價 盤中創新高 359.5 對不對 今天力旺的股價盤中創新高 410元 甚至連這種比較後面的 我講過了 這個佔比比較低的 3443的創意 今天股價244塊了 對不對 比較佔比較低的 更不用講是高通了 高通是所有的 所有的這種IP公司 氣質財公司裡面最大的一家 你知道高通最近股價怎麼走的嗎 我不要秀給你看了 對不對 我不知道高通昨天有沒有漲 不過高通最近股價還漲了四五成 還漲了七成吧 好像漲了七成吧 對不對 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對不對 高通最近的股價怎麼走 高通 對不對 好 昨天漲2點 昨天漲2.6% 昨天漲2.6%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股價怎麼走的 這五天的股價從55元漲到81.97 股價漲了六成 投資朋友 你當初如果有聽的 有幫我聽下去的話 對不對 你是不是都應該賺的 我們沒有叫你一定去買高通 因為高通漲了六成 為什麼 因為 對不對 此路是我開 此處是我摘 對不對 請你把買入財留下來 我們有講過嘛 對不對 我們在 我這一次我有在股市收報裡面 有更詳盡的分析 我這個 對不對 這邊我看到 更詳盡的分析分析到哪裡 這裡 投資朋友 為什麼蘋果跟高通要四季大和解 為什麼 因為 以前第一代的iPhone在設計階段 蘋果要求高通提供晶片樣本 高通要求蘋果簽署專利受源協議 當時蘋果不知道這麼嚴重 我想說 對啊 我跟高通買晶片嘛 就這樣而已嘛 那高通說 不對不對不對 你跟我買晶片那是另外一回事 買晶片是另外一回事喔 你以後每賣一支手機 你每賣一支手機 我要跟你收手機價格的5% 或者每支收12到20元 後來呢 2007年他們異訂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那張我每貼 一支收7塊5 好像這樣子 一年大概光專利授權費 5億美金 5億多少錢你知道嗎 535 150億台幣啊 投資朋友 150億台幣啊 150億台幣啊 你看 他被高通給夾住了 那蘋果就認為說奇怪了 我這些東西又沒有你的什麼專利 憑什麼 憑什麼要給你錢 可是我告訴你 當初你就簽了這個專利嘛 這樣你懂了吧 對不對 所以後來和解了嘛 這是我在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這一期的 對不對 禮拜日的股市週報 上非凡的網站就看得到了 我跟大家講什麼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那我又跟你講什麼 細緻財兵家必爭 高通力望M31跟創意 當然 對不對 當然高通佔的三分之一營收是從什麼 是從這個 是從這個來的 那另外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它是IC設計 它本身賣晶片的營收 這裡都知道 對不對 高通賣什麼晶片 賣 賣基屏晶片 就是說所謂的數據基晶片 那你懂了吧 對不對 基屏晶片 這個 Bestband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這個 因為很多的這些東西 什麼CDMA 什麼東西 專利全部高通的 而且從3G一直延伸到5G 那這次蘋果沒有辦法 英特爾發展不出來 它只好回頭找高通合作 對不對 那立望呢 我也跟大家講過 全世界 我不知道 但全台灣 全台灣呢 有一家公司 它還可以從高通收權利金 它還從博通收權利金的公司 它就是3529的立望 立望要跟高通說 你要怎麼樣 你要留下買入財 那更不用講了 M31我講的 全台灣第一家的 細緻財公司叫做智原 投資朋友 你不要笨到去買智原好不好 你不要笨到去買智原 昨天新聞寫很大 什麼三星訂單 請你 拜託投資朋友 我請你看看他賺多少錢 如果你真的敢買智原 投資朋友 我真的會建議投資朋友 對不對 當初把智原會賺錢的部門 買走的這些公司叫做聯友 你還不如去買聯友 對不對 當初從聯電集團裡面人出來創業人 叫做瑞育 其實我講的不想再講了 TWS的概念股 瑞育的這個藍牙無線晶片 已經出在很多的 中國大陸那些廠商在做TWS 所謂的真藍牙無線耳機 你了解吧 其實這種有搭上浪潮的 你在擔心什麼 你說沒有沒有 你看 你昨天才沒講台光電跌成這樣子 其實我們沒有台光電 對不對 沒有台光電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這種跌下來是好事 因為每天 你每次看到國民奇報告 他不是寫台光電 就是寫滑通 你看得煩不煩啊 能不能換檔別的來寫 你要不要寫兩維 寫七字星好不好 你寫別的嘛 你可不可以寫別的 不然你寫這個什麼 你寫台辦好不好 我跟他講喔 投資朋友 我不怕你知道 我們今天沒有買 其實我之前設定好買台辦 他沒有跌到我的心理想要空間 我為什麼要說這樣不要可以買呢 請你看清楚啊投資朋友 不管是位階不管是法人 不管是法人 其實這法人很奇怪 100多在追 你看我沒有亂講吧 100多在追 然後怎麼樣 50幾在砍 莫名其妙 IGBT欸 你不要以為就有建設欸 其實今天建設 走勢也是很難看 但是也還好 他回到我們最後一次加碼的價位 120到123元 不多不少 對不對 不用急真的不用急 好不好 真的不用急 對不對 這些都跟你講過了 這個我們也沒什麼好講的 日月光嘛對不對 我還不是跟大家講啊 朋友 日月光我們也都沒有走啦 你放心好了 對不對 我沒有看到那麼短 好不好 我真的沒有看到那麼短 再來 回到台商這個新聞 台商這個新聞 台商 對不對 592億嘛 對不對 然後呢什麼 資金增加貨幣成為談專法 一大堆 那副會主長叫李慶華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有 不是那個那個李煥的兒子李慶華 是 別的李慶華 對不對 他說我們每年啊 企業貨配的一個境外轉投資金 100 1093億 換言之 每年企業都有1093億的規模海外資金 會回台灣 若然申報投資的效益2.22倍 來估計啊 台財政部估計呢 法人至少每年會有2426億 的機率回台 等於有13333億的專法 被專法誘發回台 而且這一次這個專法 他告訴你 既然台灣不能夠炒房地產 你可以買廠房 不可以買房地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達電最近花了132億 33億 跟這一家公司叫做廣運 跟廣運啊 你看 跟廣運啊 跟廣運買房地產啊 對不對 跟廣運買房地產 我 我忽然覺得很想笑 都跟廣運買房地產 說真的 這種 能夠只能認定一次的收益 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為了 這種新聞 這種新聞跑去買 好不好 真的拜託 這一天我記得 鎖了四五十萬張 我會來問我說 老師這哪開能不能買 我說真的 我不會看這種股票 對不對 廣運 你要買廣運 廣運不准買廣農 好不好 廣農至少安全啊 對不對 其實在上一次的 線上演講裡面 我們提了幾檔 安全的殖利率股票 當然我說真的 我每次一定講漢堂 所以我不要講了 對不對 漢堂我今天建議會員出掉一半 我們今天我不講了 好不好 這我剛剛看到廣運 忽然很想笑 跌停板耶 跌停板耶 天啊 哇塞 對不對 他又不是做散熱為什麼跌停板 不過那不重要 被災板這部分 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篇寫得還蠻正確的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過嘛 那我幫他補充這個東西 對不對 我說 臺光電 跟日曆計轉 我幫他補充完了 我告訴你喔 今天還真的有報告這樣寫出來 這報告不是我寫的 只是我從業界裡面打聽到 幾乎是一樣的報告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這個我們給大家看 我不是叫你現在買臺光電 但是臺光電如果再跌 我會有機會去買 因為 下半年OK的 我們看到他提到什麼 他說類展板方面 把人出具類 研究報告顯示出 蘋果經驗性機 採用 類展板設計 取代正義 HDI 並由日商鬆下取得相關訂單 雖然該廠所提供的材料 有細線路加工的優勢 但是也有熱膨上係數不一 磚孔易碎裂的問題 你看到了 是我所講的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Panasonic比較慘 比較爛 我有講過嘛 批廠的東西 導致別家良率差 結果呢 有一家公司拿日曆的 那家公司叫真鼎 真鼎拿就是日曆的 然後他有提到什麼 來看一下 他說呢這一個 台光電依應這些問題 開發出這SL 什麼叫什麼 什麼subtrade 什麼什麼label 什麼rething 什麼什麼新品 什麼什麼就是 他開發出新的材料 可以克服這些 所以呢 因此可以重回蘋果類載版的行列 對不對 預期未來5G手機或高階機 都會引用相關材料 台光電渴望受惠 事實上 我跟大家講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是從日曆計轉的啦 新聞忙 以後這個研究報告就會寫了 台光電自己有這個辦法 開發出這種材料嗎 我倒是不這麼認為 別想太多了 好不好 但是他從日曆計轉過來的 業界是這樣講的 那你要再有問題 就在於說 計轉你要付人家錢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像得到 今年下半年 台光電的毛利率不會很好 就看你要怎麼賭嘛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 這個價位 你去追台光電 或許不太對 對不對 反倒是我今天早上在 非凡開盤講這張股票 很有趣 叫騰輝電子 你知道嗎 我不建議你追 我先跟你講 我真的不建議你追 騰輝提波5、6千張 大概不到6千張出來成銷 結果前四天賣掉 一萬多張的成交量 代表該賣都賣光了 每個人都賺錢走掉 就今天誰買上來的 對不對 總不會是何董 董事長買上來的吧 當然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這還蠻有趣的 我沒講過 其實騰輝配多少錢 配3.66元的現金 如果你把它回除回0.28元 0.28元 就是它 如果你分離科稅是0.28元的話 它約當等於配了5塊錢的現金 你知道嗎 那其他這些公司 不管是聯茂 不管是聯茂 不管是台光電 都只配3塊5的現金 3塊8的現金而已 配比較多現金的是6274的台藥 那台藥我們也長期看好嗎 才要配了4塊5的現金 就這樣子 廢話不跟大家多講 其實 騰輝真的是很有機會 能夠跟 台光電 或者是跟聯茂比價的一家公司 不過我們是沒有去操作 我們先不講這個 因為 今天其實我們有低階 我們低階 直接跟你講好了 今天我們就是 今天會員低階台駿 對不對 我們不敢買加聯茂 我們買台駿總可以吧 對不對 這邊我們不多講 好不好 最後一段時間 投資朋友 這個不講 不講這不多講 對不對 錢貴這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新能高 今天也沒有到 我認為可以買的買點 你們愛追就給你追上去好了 這個我沒有意見 好不好 這我不多講 好不好 我還是要跟大家談這兩檔 好不好 我說真的 現在要做什麼股票 你不要說現在追 去追這個雙紅 追到一百五六十塊 因為外面說喊到一百八 你就好開心 追進去就掛掉了 這種事情真的不要做 對不對 外面謠言很多 也有人說 郁金光要做到一千塊 對不對 我光幾個投資群組 講郁金光好的 跟講郁金光壞的 大概一天都十幾個消息 你也看不知道 到底什麼真的還假的 要靠的是自己 你要看清楚趨勢方向 你怎麼看不清楚的話 就會像勵志一樣 對不對 我不是那麼想笑人家勵志 短短幾天之內 六十幾塊 最高多少錢 最高六十四塊 跌到今天剩45.3 你已經跌到三成了 那你參加那種分析師 我只能告訴你 真的很倒楣 對不對 真的很倒楣 因為他不懂 他只是為了電視上好講 他去跟他講 那你說真的 我只能說這些人 真的有點自己活該 你知道嗎 你記不記得 投資朋友 你記不記得這家公司叫大於資 你記不記得這家公司叫什麼 匯賺科 對不對 投資朋友 匯賺科最低點誰砍的 匯賺科是由全台灣最生育卓著的事務所 他們之前有簽過1262的綠月 有簽過1340的聖月 甚至呢 唯一一檔被 格勞克斯看到零塊錢的再生 他們有簽過這些公司 你看 他生育著述到幾點 甚至連6452的康友 都他們簽的 對不對 這一家非常非常好的事務所簽的 扯太遠了 不好意思 不想扯了 這一家我跟大家講 這公司啊 先前高點跟現在的股價 現在股價打七 大概打六 打幾折我看一下 現在剩多少錢 哇 兩折多 兩折多還不到三折 對不對 現在兩折多股價 那還有這一家公司 這一家我們昨天進場了 我跟大家講過 對不對 這一家我們昨天進場了 馬上進場 為什麼 機會來了嘛 我怕來不及買啊 最近投信開始在買 因為他的產業出現大幅度的轉機 你去看看 他的位置 對不對 跟現在的股價位置 根本都是不成正比 以前台股都還沒一萬點 九千點八千點的時候 他的股價在兩百多塊 現在股價剩一百多塊 你當然是利用大家 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趕快進場 就像當初 我很喜歡舉這個例子 對不對 不是喔 最近比較喜歡舉而已啦 投資朋友 漢唐226是長在這裡 對不對 226在這裡嘛 投資朋友 我們不要講 我們第一次講的時候是 在減之前啊 我們不要講這東西 226長在這裡 226 你加碼 101.5嘛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沒有亂講嘛 後面還有回到102 101.5 就這一天最低了 從這一天到 今天出掉一半為止 沒有差多少啦 真的 你說老師投資好久 我跟阿姨做會比較快 投資朋友 10比較快吧 好不好 什麼叫10會比較快 對不對 很多東西 我想呢我們不在這邊 多去批評別人怎麼樣 反正那是他家的事情 那是 他人作惡啊 他人自己擔 他人作業他自己擔 對不對 我們只要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你下定決心 想要成為贏家 來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從今天開始 來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過去你怎麼樣 你買荔枝賠多少錢 你買大羽之賠多少錢 對不對 都與我無關 對不對 我沒有參與到 但是接下來 哪些公司 他真的開始 在這一波的洗完盤之後 開始要漲 對不對 甚至哪些有未來題材性的 我喜歡跟大家談的是未來 我喜歡談的是怎麼樣 利用我的一個視野 我的view 對不對 告訴你趨勢方向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 誰最早在那邊跟你講FOD 每個人講FOD多爛 神盾 大家記不記得年初的時候 郭敏奇才說神盾很不好 當然他講很多 很多的一個 這個 很多的一個 這個什麼 這個所謂的一個 研究報告 很多是他設計出來的 我只能這樣講 他心裡可能 跟我想的一樣 覺得神盾很好 但是他故要跟你講不好 因為賢貨才是買貨的 這邊我們 就不多講了 如果你要成為贏家 希望你從今天起 來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 好 你 好 我 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